大家好,我是阮士航 欢迎大家来台动线新移民学习中心 今天我们不读书 今天我们练习做托房 大家在看到我的同学 他们在开始做了 我也在做 可是照片里面看不到我 因为我就是那个摄影师 好,大家有看到吗 刚开始的时候 所有的托房都没有颜色 长得一模一样 接着大家开始用白色的游戏 搬托房的木头上颜色 等到游戏干的之后 大家开始选择不同 颜色的纸 照着老师说的方法 粘贴到已经上好游戏的托房 这时摒来一模一样的托房 开始有出现不同的面貌 每个人抓住来的托房 风格都不一样 有的端装大方 有的滑货可爱 有的平发 坟担服 服 这些托房也反映了 作者的心情 停载了不同的人生经历与故事 而我的托房 则钻满满台湾的风景 有台北的故宫博物院 台中的冬雪广潭 彰满的路感 老街 嘉义的明崇俄肉 台南的四坎楼 高雄的爱河 平东的海洋新物博物馆 台东的泰马里 金正山 花莲的五蝶谷 南投的九族五花吞 九族文化吞 这些风筝让我在台湾 有了一个美满好的 风华体验 全都是因为 我有一个温暖的家庭 就算这个 兼职可靠的托房 那你呢 准备在你的托房 放上什么样的生活体验呢 快来打造属于 你自己风格的托房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